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图阻底的格局 当然我们不会言台北股市在目前 它是消息面大于技术面 也大于在基本面 川普没办法 人家就是一个美国的大总统 我们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岛 任何的一个事情随着整个两大国 他们互相的放话 很多的投资朋友 一定会受到这些消息面的主导 那股市它本来就会有天使 地利人和 所以我们说过在这个过程中 股市要大胆大涨 股票要有大的波段 它基本上它符合三大要件 天使地利人和 国际股市 金融环境 筹码 它都是相对性的一个重要 那来到了这里 我也请投资朋友 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你要把策略面上面 你要抓得准 抓得稳 这样才走的才会比较好 台北股市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觉 我们在之前为什么告诉你 不管你是不是套牢个股 不管你是不是手上有资金的人 其实你都应该把你套牢的个股 或是你手上的持股 拿出一半来 在目前你适合用高出跟低进的格局 因为台北股市在目前 消息面还没有确认之前 它是没有办法呈现了V转的格局 它只能够来回来回 它去做仕途的打底 所以你就要不断地运用 你的资金也好 你的股票也好 高出 低进 低进 高出 这就如同我们在昨天有台的节目 财经节目里面谈的 你就把它想成 大家有跳过竹竿舞吗 竹竿舞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原地打转 两根竹竿 它就是一根区间相形 你呢点点点跳过去 你虽然跳过去了 但是你还是容易回来 所以你要高出跟低进 这是我们在近期里面来讲话 不是只有讲一天 我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来高出头去朋友的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呢 最高涨了18点 那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你要去接受的是什么 接受的是在六月份 它是在中线上面多空的对决 你在六月份还没有往上之前 你的月际线是同步的下弯 形成的死亡交叉 它需要时间 它不是一个月线下弯 它是月际线同步的下弯 而月线它的下弯 它就会使得什么 它就会使得在冲高月线之上 它会有上档上面的反压 你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在最近里面 你看它的高点 点到月线 点到月线 点到月线就下来 那因为台北股市最高是 11,097点 它这一波下来 它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深 那像这种深度 它不大可能 它是单脚的V转 除非有消息面的大力多 我说消息面 它凌驾技术面 也凌驾基本面 可是我们不是川普肚子面的蛔虫 他是美国的大总统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发觉到 他不断不断的 每一天中国跟大陆里面去放话 那每一个人 在面对这些消息面的时候 就会说 那现在是不是中美 它就完蛋了 这个贸易战打定了 那我请问大家 打多久 会打吗 G20会不会弹 现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可是你回头去想 去年的第四季 中国有没有放话 你来我往 你磕我 我磕你 也是非常的严重 一路以来 去年的第四季 造就台北股市呢 从11270点跌破了10606形成的头部 啪下来 在当时候为什么会跌破9319点 不是大家也觉得无望了吗 打定了 结果呢 在这种过程之中 台北股市呢 在美国的一个股市 技术面的一个巨量的长黑 三日内过高 一路回升 到了11000点 我记得当时候大家还在说 小心啊 小心啊 利多去做出境 大家都说一定会谈 现在大家又说一定不会谈 那我个人认为 我不会把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去做猜测 大人 两大国 他们随时可以握手言和 也可以说随时开挡 所以这个区块上面 你不是你能够去做掌控的 你能够去做掌控的 就是产业 你能够去做掌控的是这一家公司的获利 你能够去做掌控的是 你要怎么操作 它才是最重要 那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讲个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就去观察几件事情 大盘要持续的反弹 它一定要站稳10361 现在还在10361之上 但是还要再去做观察 日KD的低档 它只是告诉你杀低意愿的下降 台币的质问也告诉你的是什么 也告诉你的是 被动基金里面 因为汇率的贬值而不断的汇出 在卖台股 这个区块会减换 所以你可以发表到台北股市在今天的下跌 有量吗 量缩掉 但是这个量缩掉 我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量缩掉了 请问好当冲吗 它不一定很好当冲 你自己要去做当冲 你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鼠方一定是比较一个客观的一个讲法 你如果当冲都赚钱 你就去冲 因为你是高手啊 我给你拍拍手 放烟火 这是真的 我很真心诚意说这句话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冲来冲去 冲来冲去 你赚不到钱 那为什么要冲 为什么要被一个贪恋上面 去做一些的阴导 在股序之中里面 我也很少看过 不能够说没有 我也很少看过 靠当冲可以赚大钱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投资朋友要稍微去做留意 量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潜水 五大 你就不应该去做当冲 你就不应该去做当冲 那在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在昨天说过 它是一个试图打底 为什么它是一个试图打底 因为在下跌以来 下跌以来 它从来没有可以 三个营业日站上五日均线 那我给大家看过了 之前在11270跌下来 三个营业日站上五日均线 它不是要涨 它是叫试图打底 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都是在试图打底 那因为在消息面的一个主导 你没有办法确认 它是会不会有利多 这样子攻上去 或是会不会有利空 这样子破下来 所以你只能够拿出什么 一半的资金 那因为你一开始 你就把所有的资金里面 拿出来 那我请问你 下来你有钱吗 你下来没有钱 你就只好当冲 你买你股票上不去 你就只好当冲 结果你卖掉了 隔一天又涨上去了 区间来回震荡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要用低阶 我一直强调 低阶的策略 它才是最好的 那现在里面的台北股训 这个时间点一样 你要买电子或是传产 抢跌升反弹 当然就是电子 那如果你要买避险 那是非电 可是非电 它的操作的逻辑 绝对不是大涨的时候去追 它往往涨一根 会休息很多天 这就是为什么在之前市场上面 一直很不喜欢操作在传产个股 因为传产个股是以时间 来换取获利空间的 它不是不能够赚 只是你要默然回首 它才能够赚钱 可是因为电子的资金比重 曾经在这一阵子以来 它下降到55% 那我跟大家讲 传产个股在这个时间 也变成只能做短 我一向说实话的 就是只能够做短 那现在就是一个 杀地意愿的下降 你指数上面的图围 我说一个手段跟目的 外资它一定有目的 我期货有没有做多 我期货的做多 我选择权做多 我现货里面来讲做多 我要赚这些的钱 甚至我汇率还要呈现的升值 这就是它的目的 那业内跟主力 就是手段 我现在急速的拉 你也未必会跟 所以就是来来回回 他们就是来来回回 那如果电子的资金 没有到七成之上 你要买传产 我是不反对 可是你要记住 如果到了六成以下 那就是传产短线的过热 你要找的卖 守住10361 才有利于反弹的格局 10361如果破 它还是这个区间的震荡 那因为月季线是死亡交叉的 它是中断整理 杜晓月 你要接受它 只有接受它 你才能够赚钱 就像你在选股一样 为什么在最近里面 一直在讲TWS的概念 就是真无线蓝牙耳机 如果是在一个大多头 没有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TWS只是一个主流的之一而已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呢 一下子说华为好 一下子说华为不好 一下子要打华为 一下子不打华为 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每一天被这消息面的主导 你很难赚钱 可是因为TWS 称之为真无线蓝牙耳机 它没有品牌之分 它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新的手机 才可以使用 都没有 你只要有蓝牙 你只要是 所谓的一个高阶手机 就可以使用它 不管你是一两代之前的手机 也可以买 这就是在目前 为什么TWS在这几年之中 它很容易蓬勃发展的原因 你不买新手机 你也可以买 再加上它的价格 它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行动上面 它是比较方便的 它没有两条线 所以音响效果上面 它是比无线耳机 更来得好 所以它才会造就出来 但是你的操作 我们之前一直在低档之中 跟大家讲 可是你在操作上面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只能低档 随便做个举例 3227的原项 在今天最高是130.5 我们就跟大家讲 它会挑战这一根 有没有 它今天已经到了130.5 那你去追 它又下来了 然后你去嘎 谁敢保证明天不会涨 你告诉我 谁敢保证明天不会涨 就像你今天看台北股市 跌70点 你敢保证明天台北股市 不会涨吗 很难讲吧 就像我刚刚在讲 大家都说中美贸易大战 一定很不好 那请问你 你敢保证吗 都不行 可是如果你把一个策略 想清楚 你懂得高出 低进 你是不是就赚钱 你也不用等到大盘 去做突围 去做创高 我说音讯IC的部分 它是原项 色评IC的时候是 立基 电池的部分 它是新能高 新能高在今天又创新高了 那也有一些音讯的 它是在宣得 而这些的个股 你自己去看 在这一波里面 都是在电子个股里面 它涨幅比较大的 新能高在当时我们就说 你的股票跌三成 你舍不得 但是我跟你讲的个股 也是跌三成 当时候新能高最高 从75块跌到50块 有没有三成 绝对有 那到今天呢 60块钱 最高60块钱 你的股票有没有办法 这样涨 那你就是应该去做思考 所以因何而买 因何而卖 它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这个礼拜四 是这个礼拜呢 最后一个营业日 因为礼拜天 它是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们的中国人 非常大的节之一 所以在今天里面 我也收到一个长期 跟着我的会员上面的重子 我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我除了感激 是更加感激 因为我持平而论 现在的行情上面 它跟我在之前的操作的第一季 那种天时地利人和 大波段的获利 倍数性的获利不一样 但是 这位我们的会员上面 他还愿意跟着我 甚至送重子给我 你知道那咬一口下去的重子 那种感觉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台北股市 它并不是一个大多头 那会员还愿意给 鼠方这样的支持 我在这里是衷心的感谢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面对一些的事情 当我收到这一份的礼 我只感受到 情深义重 好 情深义重 那同样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也知道 目前的台北股市呢 它还在一个主底 仕途主底的阶段 消息面还是大于一切 可是你回头去想想 当时候的仕途主底 或是碰到一个利空 台北股市去做破底 来到939点 后续涨到1万1千点 真正的赢家是什么 真正的赢家是在 低档上面布局的人 你买到主流 就好像在吃重子一样 它里面的线 非常的丰富 你才有办法赚到 不可能一年365天 都有大行情 也不可能一年365天 都没有行情 重点是你再如何的 去做面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情深义重的过程之中 我刚才讲 种子里面包什么线 就如同你在看待 蜀方的节目一样 蜀方给你的 是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前 特别推出了 专属秘密的专案 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在端午佳节 放纵一下 不妨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休假找秘密 这个秘密的专案 到底是什么 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联络就知道了 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再针对个股 来介绍给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故事全方位 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就用轻松的方式 来放纵一下 来讲产业好吗 那我也不知道投资朋友 刚刚有没有 跟我们线上做联络 那不重要 我说过 蜀方绝对不是强迫的人 那我们就来谈谈产业 我说TWS 它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是从零到有 到倍数成长的一个产业 那原项它是音讯IC的 之前大家都说 Switch Switch 所以我觉得Switch 那概念是还好的 那因为TWS的部分 它加上原项的毛利很高 它在今年里面到明年 它的成长 复合性的一个成长 它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原项第一季 我们会赚钱 没有赚钱 但是第二季呢 如果电子产业要找到 能够营收比第一季成长 三成以上到四成的 有没有高与高标 那就是高与高标 其实第二季比第一季 正常大约是成长 五到一成以上 它可以到三成以上 但是你的操作 个股选出来了 你要配合大盘 我们不是造势者 我一直强调 川普是造势者 外资是造势者 业内跟主力是造势者 我们就不是 我们既然不是 我们就顺势性的操作 高出跟低进 这个部分很重要了 那第二部分 就是来自于色品IC的部分 它就4968的一个利基 利基请问 在今年的第一季 有赚钱吗 今年的第一季 是没有赚钱的 那为什么在最近 它还可以在今天 创价本波的高 因为从亏损到赚钱 那色品IC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 那所谓的一个新能高 新能高 它为什么可以从这个时间点 它跌 其实它之前 其实我新能高 已经是做第二次了 因为新能高 它本身做的电子 它的真型的 或是混合成型的 它有很多的应用 那穿戴式的端子 都必须要用到 它的一个电子 那TWS的部分 大家知道一个盒子 我们知道 我们在耳机充电之后 它就装到一个盒子 盒子我都开玩笑说 那很像牙线盒 你知道吗 白色的 那装下去 它这里面要有三颗充电器 三颗 那新能高 其实它产能已经满载 产能已经满载 那它就开始呢 在第三季里面 它去做扩厂 它现在大概360万颗 以它的产能满载 就是360万颗 未来在第三季扩厂 它就慢慢 100多万颗加上去 未来里面的扩厂 就可以到500万颗 那500万颗是360万颗 它就增加很多 那个获利就会增加出来 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我跟大家讲说 你如果要跌升反弹 你就去看新能高 那新能高 也从50块钱涨到60块钱 它也是成大跌三成 到现在涨上来 从50块钱涨到今天的 60块钱整数关卡 它才稍微震一下 那第二季比第一季呢 有机会成长四成 甚至它的营收 应该有机会 创下单季营收的 相加了 单季营收的历史新高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那你说新能高 是什么公司 那你觉得 统一集团的公司怎么样 它是属于统一集团的 它并不是 我跟你讲的 随便讲一家公司 那我就跟你讲 它是统一集团的公司 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那整个一个宣得呢 宣得的一个区块上面 在今年第一季也没有赚什么钱 那为什么会看中它 你自己去回想 我在之前节目告诉你 美利凭什么 从二三十块涨到两百多块钱 当时候就是力训了 一路的扶植 一路的扶植跟它合作 那整个一个新巨科 新巨科不是力训的 它是另外一个区块 也是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从二十几块钱 一路可以涨到一百块钱 宣得如果长期来看 它有这种概念 如果中美贸易大战真的打下去 你觉得力训要怎么出货 力训投资这么多在宣得 那它的股价 未来长期之中的发展 它到底是什么 那至于在整个AirPods AirPods的部分是苹果的 无线蓝牙耳机 它当然有很多 它概念像所谓的新日新 那些都是 或是耀滑 滑通 那以台光电而言 它是做硬板 未来里面SLP的部分 称之为变异 整个一个PI的部分 也跟它有关系 那今年大概可以赚到八块钱 你自己留意 那至于在另外一个区块 就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它称之为连结器了 连结器的一个部分 以今年而言 我们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3217的一个优群 它很重要 我去年就是优群 没有去赚到苹果 任何的一个订单 它可以赚三块半 配息三块钱 如果以配息三块钱 现在四十几块钱来看 殖利率是六个percent 那你长期去观察优群 它每一年都是高配息 你今年里面来讲 你都不要去算 所谓的苹果的订单 难道苹果会一只手机都没有卖吗 它去年的获利 就跟苹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根本不是苹概个股 它是NB概念个股 它是Soudable的概念个股 它是Type-C的概念个股 那现在加上 天线的连结器模组 要用到三个 而且它五月 它是在苹概个股里面 它比较早 去接到订单 我们姑且都不论这一些 我就问大家 殖利率六个percent 配三块钱 那去年配两块半 所以它每一年都配很高 你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何惧之有 你也没有任何上面来讲话 好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是要趁着这个时间 台北股市在杜小月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把自己心情放松一下 在端午家节也可以放纵一下 你现在如果都去讲中美贸易大战 没有答案的东西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可是你如果回归到产业 回归到获利上面 你会更安心吗 你就知道你剩余的资金要怎么做 你就要在这个行情上面 短期中不会V转的时候 你就会要高出低进 这就是目前很重要操作策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利用休息的时候 稍微放纵一下 没有关系嘛 端午家节是中国人 很大的一个节日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 不管你是要找产业的秘密 个股获利的秘密都可以啊 甚至你也可以去找 个股之中筹码面上面的秘密 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在这端午家节里面来讲话 你更要知道去感恩 人都要去感恩的 一个不知感恩的人是不可能 有朋友 在这个社会上面 甚至世界上面 你不会活得快乐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在这个端午节 我个人认为 种子咬一口 你才知道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馅 到底有没有肉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放纵一下找秘密 鼠方推出专属的秘密的专案 绝对对你而言 是有很大的帮助 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放纵一下哦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